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、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因否認 沒有進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 三人早前分別被判監四個半月 他們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終審法院今早批准上訴申請 案件暫定明年1月8日審理 上訴方早前指若支聯會只是被懷疑 而沒有證據被證明是外國代理人 警方無權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 認為警方及控方有責任先舉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而原審裁判官羅德傳錯誤裁定控方無須證明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 沒有律師代表的周恆和陳辭子 案中指控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然而整個審訊中被告完全無機會回應反駁 至今他亦不知道支聯會屬什麼代理人 代表鄧岳君及徐漢光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雄亦指 帶兩文件內容因公眾利益豁免權而被掩蓋 辯方無法得色內容難以作出抗辯 甚至不知道指控的內容是什麼 彭耀雄舉例子 支聯會被指收取外國組織款項 但相關資料被掩蓋 高等法院上訴庭在今年3月駁回定罪及刑期上訴 稱無證據顯示定罪不穩 兩型起點亦無明顯過高 三人其後再向中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